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魔法师人用魔术变换出你想要的一切的故事 烟雾魔法师 魔法师小二郎经常穿梭在一个又一个小镇上 今天他来到了兔子镇 快速搭好舞台,等待着观众的到来 可这个村子的人似乎对他这种把戏并不感兴趣 狼奶奶依然忙碌着手上的活迹 屠夫也继续动动着自己的小哈巴狗 他放弃音乐,试图引诱大家前来 你别说音乐还真有效 狼奶奶缓缓的起身前往舞台 小二郎高兴极了 他把手中的酒杯变换成一束花 可狼奶奶无视他手中的花 静置前去把音响给关了 唉,还真是不给面子呀 小二郎再次打开音箱 他先是将自己的下半身便消失了 接着变换出同样的自己一起跳舞 可依旧没有一个人来 这让小二郎十分阻丧 他无尽打采的斗着屠夫的哈巴狗 这时一个小男孩引起他的注意 小男孩把树枝当作飞机举着玩耍 小二郎灵机一动 帮小男孩把树枝变成一架玩具飞机 飞机冒着烟飞了起来 小男孩兴奋的在后面追赶着 直到飞机撞上哈巴狗的头 毒夫抱着哈巴狗走了过来 原来他想让小二郎把哈巴狗变得强壮起来 这简直是小菜一碟呀 小二郎手中腾起紫色的烟雾 等烟雾消散的时候 哈巴狗已经变成一只强壮的猛犬了 毒夫十分满意 还留下了赏金 老奶奶看到辨识后的哈巴狗 若有所思拿起一块破旧的布料来找小二郎 让他想要一件漂亮的衣服 小二郎手起烟落 老奶奶变成一个行走在时尚巅峰的潮人 连头发都让小二郎离染成了黄色 邻居大婶的竹篮也在小二郎的帮助下 变成了鲜亮版的时尚包包 一时间村里的人们都拿来自己的废铜烂铁 让小二郎变废为宝 小二郎收到的金币也越来越多 箱子都快装不下了 没有人注意到小男孩的飞机 掉进水里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天空乌云密布 不好要下雨了 小二郎知道自己的魔术一旦遇水 则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于是他准备收摊走人了 小男孩拿着树枝找到了小二郎 小二郎轻巧的又变出一个飞机 打发了男孩 他把树枝随手一扔 却吸引了哈巴狗变成了猛犬 猛犬跳进水中的一刹那 魔法消失 猛犬再次变回了哈巴狗 可被利益蒙蔽了双眼的村民们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反而这道的场景将镇长都吸引了过来 小二郎看着镇长手中的紫水晶权杖 两眼放光的把权杖变成一个高大威风的金塑像 镇长站在塑像上吸满一族的捋着胡须 小二郎在这时驾驶着马车离开了镇子 人们依依不舍地和小二郎挥手告别 还有人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他们怎么会知道 小二郎此时已经偷走了镇长的紫水晶 当他们发现哈巴狗还是哈巴狗的时候 小二郎已经走出很远了 一场大雨如约而至 小二郎的豪华马车变成了脚灯三轮车 而小二郎也随之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他转动着手中的紫水晶琢磨着 下一个该去哪个村子里蒙骗那些爱慕虚荣容易被骗的人吗 魔术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神奇而又魔幻的一种表演艺术 可如果这种魔术可以变换出你想要的一切 我们都会心动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没有劳动就获得的面包 通常都是以谎言做的夹心啊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及订阅小丽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咯